《鬼同理》 《鬼同理》 信不信又來 歡迎大家收看幽靈開始 這樣又是我阿Ken 和我的拍檔高迪安和大家見面 在開始之前亦要和大家說一說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每個星期上來 我們上一次有說過這個降頭 一個strictly只是害人的東西 今集我們就說一說私遊 究竟私遊是什麼 我們又請到功力十足的威老師 千萬不要這樣說 大家研究一下 不是研究一下 那些網友罵 罵你什麼 不要傻的說這些 今次我們除了有這個骨頭的道具 我們看到前面又有更加多的道具 其他東西 其實這個不是道具 這堆不是道具 道具通常是假的 但這些全部都是有功能 不如師兄解釋前面那些什麼才行 是 私油 這裡有幾款不同大小的私油 其實小的那些 我們用來陪襯的 主要給人分析一下 大中小的尺寸 這個稍後才和大家談 現在面前這一瓶 好東西了 都是破爛燈 破爛燈 破爛燈 珍藏 珍藏 是真的用了五個大肚婆意外死的頭 去炸油出來的 炸油出來 那些人說 你不是玩東西吧 Well師兄 黑色的 是私油來的 你喝兩口試一下 如果是醬油 如果是醬油 好 我們有請Andy 來和我們喝這兩口醬油 其實為什麼它是黑色 有些人說 醬油應該是透明的 透明的通常就是彈下巴 用蠟燭 拿三、四支蠟燭彈下巴出來 就拿了很少的醬油 那些比較清 但那些不是厲害的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樣的醬油去做 是黑色的 首先 破爛燈去煮豉油 首先一定要用一個鍋 鍋下面要放三個意外死的骷髏頭 放著鍋 為什麼呢 它頂住它 發本要求 發本要求 然後就放了五個意外死的大肚婆的頭 是有肉在這裡 是啊 有肉有性的 所以為什麼是黑色呢 因為那個鍋 是煮過很多很多的豬油 那個鍋本身已經有鑊 所以連油就染變成黑色 其次就是一定要用一隻骨 即是鋼頭軌 手骨或者腳骨 一路去搞 到一個勺子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整套在這裡 主要就是 都是那句 如果這五個女鬼有一天不聽我說 反我 它也是會很害怕這一隻骨 這隻骨 某情況都是可以用來鎮它 比起我拜佛祖拜天神更加有效 即是糯米字幕室 可以這樣說 剛才突然覺得師兄在教烹飪節目 我們知道怎樣提煉屍油 那究竟屍油是什麼 還有那些人為什麼要用屍油 其實拜屍油 某個情況都是拜鬼 都是拜鬼 但是拜鬼就是可能 我現在懲著牌子在這裡 我求隻鬼去做事 幫我追一下Andy 等Andy給我一點錢 我花費 但我求隻鬼 隻鬼去不去我不知道 屍油我查了去身道 是第一類接觸它 就會跟著它 是跟著它 是快很多 所以屍油就有這個好處 所以換句話來說 其實屍油可能是叫做幫人 多於像上次說過的害人 因為降頭就是害到你 其實你屍油是一種有目的的東西 你可能是用屍油一個媒介 用了它去塗在你身上的話 就是幫自己害到人 都是害人的 或者是看你的意思 你想拿些什麼 因為其實要說一下 為什麼會用屍油 就是要說一下屍油的功用是什麼 師兄 通常人們請屍油的 拿來做什麼 偷慮 就是那些人 最異性 最異性 又不想用老闆時間那些 最喜歡用屍油 其次做生意也可以 譬如我和師兄合同 有些我很苛刻的條件 你便頂硬不肯 我塗了屍油 我看到你那時候 阿Ken好嗎 基本上你已經接觸到 是很快的 是很快的 是否直接令到它被鬼迷 某個情況就是被鬼迷 你個人是很疼的 這麼苛刻的條件 之前你打死都不肯 但你很順滩 就好像迷迷糊 就簽了 你簽了就死定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通常這些屍油都是一次性的 例如我今天想簽約 我塗少少當香水 然後這樣就用 如果我下次又做其他事情 我又再塗過再用 是 沒錯 這樣都頗耐用 因為你見到師兄 這裡有幾個尺寸 有旅行裝 有其他不同裝 就是這樣 就是塗一塗 原本一般人 如果去師傅聘請 師傅都是給一瓶 這些尺寸 這些尺寸 這些叫大的 大 都是小的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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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本身很臭 是 是 你可以先問一下 Andy問 我一會兒 但我個人的要求 我個人的要求 這些東西根本是滿足不了我的 我一定要用原裝 為甚麼 原裝直送 厲害 沒有混購物 沒有混購物是很臭的 真的有一層絲臭在裡面 我好像看到裡面 除了還有舊東西在裡面 裡面還有一隻女鬼 嘩 跟他打招呼 不好意思 跟他打招呼 如果你有製油給別人的時候 會放些東西在裡面 某個師傅不同 有些東西就不同 法本不同 法本不同 如果師傅法力不夠高 你遇到這隻鬼又厲害 你不要去幫人 你可能還搞師傅 反咬你 做了給你 為甚麼有些人就在網上說 我拜了鬼之後 我被鬼搞等等等等的事情 這個就是情況 你找一些不等的師傅 他都控制不了這隻鬼 那這隻鬼 你怎樣去叫這隻鬼幫你做事 那師傅不是更厲害 因為你剛剛說到 可以是三個大肚婆 還是幾多個大肚婆 連一瓶師傅 那師傅 技術是應該比鬼厲害 是嗎 其實他也是鬼 但他真的是拜五鬼 這個拜五鬼 有些泰國地方 譬如在某一個地區 他們的五鬼是要求大肚婆 吊頸死 被刀插死 跌落水死 水鬼 被火燒死 就一定要指定 這五種鬼才是五鬼 但荷蘭法門 他指定一定要大肚婆 還要枉死 甚麼英大堂共 一定指定 一定指明是一定要 我們先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之後繼續 好 游靈開始 讓你試一下 歡迎大家回來 第二節的游靈開始 已經由我阿Ken 高力安和Well師兄 在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剛剛說到 私有怎樣提煉 不如我們有沒有真實的例子 在真實的例子之前 Well師兄好像說 有一些說話要說 提煉私有的規則 是不是 其實現在泰國也是禁了 這個東西 現在現今 這個師傅館走了 你說厲害的師傅 提煉私有 基本都很難找到 還有法法 所以這些是稀有的 絕對是 這件事是遺物 他臨終前我才拿到手 嘩 他臨走之前 我去見到他 幫他拿了些東西 所以這五個大土婆 那個檳靈依然液在我手上 頭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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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靈蓋骨 還有這張絲油裡面 它不只是絲油那麼簡單 頭皮和頭髮都在裡面 嗯 是 OK 這些真的是厲害的東西 原裝 其實我不是說拿來買賣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珍藏 是 我珍藏 原裝的東西都在這裡 師兄有沒有真實故事 有 不如先說他 好不好 我第一次收回他 我拿些東西包住他 誰知道 塞個蓋 油的東西 他流到我整手都是 我不知道 拆開個袋子 成手都是 那裡不見幾十萬 哈哈 本來這麼滿 真可憐 你也漏了很多 算了 不要緊 但起碼有一件東西 讓我看到 多厲害 怎樣呢 我立刻擦乾淨手 剛剛有個客人來找我 就給了一塊錢 1000-2000元美金 20元 就摺一塊 拿橡筋摘住 更大一個叉燒包 我就放在桌子上 因為我要準備處理你的手 成手有 是 抹完之後 洗完之後 這塊錢呢 找來找去 我找了半個小時 不見了那塊錢 糟了 當時那個人其實已經吐了 好暈 好像喝醉酒 又不是 吃過大麻 又不是 不知怎樣 是 想想想 剛才我好像丟過垃圾 糟了 難道丟過了到街上 立刻走出街 垃圾通過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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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見有 那就沒有理由 我知道了 我被鬼迷 我立刻進去莊主香給阿姐 我說阿姐 你不要玩我了 我明天買了工品 但當時是晚上 莊完香 說完 走出廳 那塊錢就在桌子上 我是一個視錢財如命的人 有甚麼都見不到那塊錢在桌子上 是 千多兩千元 二十元 捲賣一塊 有幾大塊你都知道 即是鬼暗眼 鬼暗眼 很明顯 被鬼迷 很明顯是鬼暗眼 即是那個力也很大 這麼厲害 即他是快到這樣 所以剛才跟你說 如果我要去拿來做些甚麼 做些甚麼 做些甚麼 就是查一查你 你基本上是馬上做的 效力很厲害 很快 馬上倒下 被鬼迷 鬼暗眼 那我想問一下 有甚麼人會替你請的 其實 因為你家裡除了這盒珍藏之外 還有很多的 我很多不同類型的客人 譬如保險經紀 Sales 正行的易友 做編門的右友 最多的就是夜場的小姐 是最多的 想賺男賺錢 即是每晚開工之前 就查兩地 他是查在哪裏 很壞的 你查在口唇上 你親他 某情況 看對方直接地影響 可能是吃了下肚子 看他的樣子好像吃不少 是 OK 我們專話題 其實 好像他那些 我記得你說過 除了查嘴之外 有些是踩在額頭這裏 還是 其實碰到皮膚就行 碰到皮膚就行 碰到皮膚就行 剛才我說 我還在手上 是 不過我比較重 但是在手上 即是以我這麽強意志力的人 都可以這樣 你想想 他的力量是有多高 對不起 你說 我想說 你剛剛說到意志力這麽強的人 會不會是一個意志力強的人 又或者一個叫做運氣好的人 就算被人碰到之後 都不會太有問題 會不會是這樣的 一定有問題 視乎都是那隻鬼厲害不厲害 視乎就是 如果那隻鬼厲害 你意志力很高 走運的人 可能一次不行 第二次 就是要看哪個氣場更厲害 但基本上你都定不過他 都很難鬥得過他 我這麽強意志力的人 這個也算是超自然的 大佬 是錢財與命的人 對 你找我半個小時 真的找半個小時 不見了 你有什麽可能的事 我想問一下 這些事情有沒有提防 例如 沒有的 不知不過剛才 你已經中了我的招 你不知道 我經常想問這個問題 自從我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聽到說 降頭看一張照片又能下得到 之後又說養鬼仔 又下屍油 那怎樣 就是 最重要要看值不值 始終那一張東西 都有一個價錢在 下你的人 看下覺得值不值得下你 好像剛才說過 有些是工種問題 他們是 譬如賣保險的 他見客的 他見客之前查一查 騙手 跟你簽一張保單 這樣就回來了 沒有害的 如果你說 提 我們之前說過 降頭就說 你肩膀痛了兩年 這些會不會有報應 這些 你不要拿來搞女人 基本上是沒事的 你小心點 但晴降就是搞女人 不是嗎 這些事情 反正是算做生意 太直接 反而是做生意 會不會 不是的 我很多客人都是拿來追求女人 對 那就搞女人 他是不是其中一個list 你傻的 我沒有爆到 我答應了你 我沒有爆 我沒有爆到 Good 哇 山豬肉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游靈開始 歡迎大家回來最後一節的游靈開始 還有我阿Ken 高力安 還有我們的Wellsing 在這裡 我們剛剛在break time的時候 就提及到 究竟怎樣去用這個屍油 就是說 例如打個譬如 我查了屍油 我就跟我的老闆握手 這樣 這個屍油可以last多久 我是不是每早上都是 老闆早晨 然後就握手 握個爬先 作反 不是這樣說 幕後工作人員想我們請 其實這個情況是點贊性的 如果你要長的 等於我教客人 譬如每逢十五月圓 再查他一次 再勁少少給他吃 吃落土 但這些師傅都叫我們不要這樣做 為什麼呢 其實挺缺德 因為你不知道那隻鬼跟著你多久 因為你吃落土 你明白嗎 可能會害到你 所以我們會影響業障 當然從未有個案師 也會吃死個人 但就怕鬼跟著你 搞得你不好 會影響你的運氣 當然是 他是怎樣去 用之前就要講 講自己想要些什麼 之後再去用 還是怎樣 其實你都不用說 你要裝香供他 好像拜鬼一樣 要供飯 平常 我真的知道 好像放在一個神桌 即使你每天 就算不用他 對 你要供他 基本上你想的東西 鬼都知道 有鬼通 其實他是另一種形式 他不是一個像 不是一個牌 而他是一瓶油 但是那瓶油 裡面都是一隻鬼 他跟你接通了 知道你想要些什麼 但是可不可以借給朋友用 可以的 沒問題的 但是未必跟我朋友通 還是我要幫我的朋友 去埋怨之後 那朋友才會用 還是怎樣 即是怎樣 他想跟你借 然後跟老闆 你又去借給別人 這樣就複雜了 這樣就複雜了 鬼就未必可以 所以一個起兩個子 直接一點 但是其實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你還有一宗案件 跟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一宗案件又是我的客人 其實我也挺壞 其實有些事情 業障有時候很重 有個客人找我 想追求女兒 即是他有老婆 有什麼落晴降又沒有錢 又貴又經有報應 有什麼簡單一點 師兄 師兄 教了他怎樣用 沒錯 很快吃了一條女兒 吃了一條女兒 吃了一條女兒 走了幾個月 好壞不壞 老婆 被親戚見到 牽著一條女兒在街上 老婆收到封 然後又走來找我 怎麼辦 老婆又找你 不是 客人來找我 我老婆知道 現在快要下未婚 怎麼辦 又很壞 給你老婆吃屍油 我後悔做了這件事 她被老婆吃完 老婆是鬼上身 這件事搞得很嚴重 很嚴重 搞到我基本上想逃避 不想見客人 我都不知道怎樣面對 是搞得很嚴重 她老婆差點被人拘捕去青山 發瘋 最慘是她外母 兜後兜面來拆我 明白 又說我是什麼 害人等等 很難聽她說話 我想不到會搞得這麼嚴重 是不是 誰知道原來真的這麼嚴重 所以那件事之後 我現在開始 基本上告訴你 我是很少請私留給別人 就算請都不會去好境 適可而止 我不想自己有回報應 你明白嗎 最後那件案件 請不請回到 她去外母不找我做 怕越搞越壞 然後找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中式師傅的事搞 慢慢搞定了 其實鬼慢慢清了 其實不會是一輩子 她們都是射鬼 我都很明白 這件事 當然 鬼慢慢慢慢會走 要衝多些花糧 你要時間 你以為打針嗎 是 你打針就快 不是 你現在鬼傷身 什麼是花糧 用花去洗澡 改運 這是泰國一種意識 很多要慢慢時間 對方又急 她的外母又知道 她在這裏 吵得真是 唉 又忍著有報應 又這樣那樣 真的 有很多這些 但我是想不到她搞到這麽大件事 那現在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突然之間 沒有想到會去到這麽嚴重 其實這些是一種 用途 但就是看看你的人 用在什麽裏 還有沒有時間 有 好 其實我很多客人都問我 以為我收到這麽多屍油 你當然是用得很出純入化 師兄 我可以和大家說 我是未用過 我真的 我是喜歡收藏 我是懂得怎樣用 但我是不會去用 因為可能 第一我太多東西 太多鬼拜 明白嗎 我都不需要用到屍油 但我真的沒有用到 也沒有必要去用 嗯 那究竟屍油是否真的可以幫到 一般的人去做到不同的事呢 那真是信不信由你 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師兄上來 謝謝 說一下 說什麼屍油 謝謝 有種屍油 有種 好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